上期视频我们说到了华裔孩子学习中文的过程 往往会碰到很多弯路 这期视频我来教咱们华裔家长 碰到这些弯路该如何解决 第一 创造语言环境 华人父母带孩子出游时 路上遇到的商店 条 符 指示牌 都可以用中文与孩子交流其中的意思 也可以鼓励孩子参与中文实验的课外活动 给孩子提供真实的中文教育场景 如果孩子不想说 咱们也千万别逼着孩子说 滥下心了 咱们家长先多用中文表达 带入环境 一起分享生活中的中文 第二 练习中文的听说读写 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华人父母可以锻炼孩子自己写字的能力 比如看绘本上的内容 带入故事情节 让华裔孩子自己造的模范 边读边写 久而久之呢 华裔孩子会对汉字形成肌肉机遇 中文自然会越学越轻松 第三 正确引导 循序渐进 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 华裔孩子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越来越大 从而产生不愿意用中文交流的 欲反心理 这时候啊 华人父母需要正确引导 学习中文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学习难度递增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 单次的学习时间不易太长 少时多三 才是孩子学中文最有效的方式 总之啊 对海外华裔孩子和家长来说 学好中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 请记住啊 水滴石穿 中文学习啊 贵在日常的积累 想要更好的效果 关键还是要持之隐恨的学习和输出 当然 家长陪伴的学习 也是我们很有效的解决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